一些在聯合國內 對毛澤東奔走的人 口口聲聲是提到 中國有7億人民 聽這些人的口氣 連然是要把中國人民 和中共政傳視為一體 這真是麻沙四世信口雌華 其實在中國7億人口之中 中共的黨頭僅佔百分之二左右 不過是機會上的一部分 而且內部已經四分無裂 幾乎絕大多數的中國人 則是反貓反共 雖然二十年來 在中共管制和洗腦的排行之下 受盡了痛苦折磨 但從未一時一刻 對中共的暴政 感性接受 他們是把中共的政傳 看作轉瞬消失的破壞 沒有一天不再渴望重複自由 也沒有一天不再激烈地振造 反抗他們的排行者 儘管毛班千方百計 想消滅中國的文化傳統 但是中國的文化傳統 今天依然其力 受到中國人民的真實 唯有在推翻了中共正傳以後 中國人民才能充分發揮這文化傳統 以貢獻如世界的國平 中國人民都抱頂著心 要自己掌握本國的命運 將來總有一天 在中國的現代史上 再述中共正傳 只是昙花一現 猶如異常的夢夢 轉瞬即逝 這種展望 絕對不是空中樓梗 必定會實現 今天中國大陸的大部分頭地 已經不再在中共有效控制下 只要中共正傳為推翻的一天 飽散痛苦的中國人民 在水深火熱之中 絕對不會停止反抗 將來中共正傳瓦解之日 即使世界和平解除威脅之事 主席國下 中國的未來前頭 唯有中國人本身 才有船坐定 不用萬人熱走大跑 中國人民爭其自由的奮鬥 無惜別國搬走 因為這是中國人自己之事 應由中國人自己解釋 同時中國人民也有船要求別人 不對他們的迫害 則激入人活支持 目前毛澤東和林彪 以免內亂內哄 以免在家庭 迫使人民生活專事化 增強備戰 提高戰爭的寬弱 中文字幕提到 新人情編 主席國下 第四個 中文字幕提到 中文字幕提到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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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